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的战略讨论在不断深入 这是其一 其二 美国的印太战略虽然是特朗普提出来的 但拜登上台以后这个战略并没有停 还在往前走 而且印度越来越处于这项战略的中心地位 最近两个月世界主要智库也在密集讨论 印度的未来战略方向帮忙规划的 出主意的非常之多 总体来看我们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去年边境冲突以后 印度对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开始从中印边境移开 移向一个更加多维更加宽广的战略框架 换言之 印度似乎要和我们下一盘更大的棋 而这个动向正好和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战略 形成了一个联动 可以这么说 这种趋势如果进一步发展 那对我们一带一路也好 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全 大部分企业的外部产业经济环境都会有冲击 那么这盘棋背后的重点会在哪里 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 这期全球智库报告解读呢 我们就一起来挖掘一下 首先我要讲一下印度现在的实力和心态 这个实际上也是这盘大棋背后的动力 对于印度 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认识 比如说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种姓制度 庞大的人口 乱糟糟的环境 但事实上印度经济过去三十年发展的还不错 只是和我们比差了不少 在这一季全球智库报告解读的第二期 我们从供应链的角度 对印度的主要优势 特别是人口结构已经做了介绍 这里就不再提了 如果从国家的整体产业经济来看 印度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优势 比如你知道印度的IT服务业是比较厉害的 但具体实力到底怎么样呢? 就在四月份 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出了一份将近二十页的报告 由这家智库的创始人兼总裁Arkins亲自主笔 题目叫做《印度是中国的一个关键制衡力量》 也是美国下一步的重大依赖 ITIF这家智库我们以前介绍过 是技术和战略领域的大拿 这篇报告很有意思 它没有泛泛的说印度的实力 而是从美国的依赖度这样的一个视角来分析的 它首先说美国在制造业上依赖中国 在IT服务上则依赖印度 在印度光是为美国企业提供IT服务的人数就达到200万 其中60万是高端IT人才 另外还有将近30万印度人拿美国签证在美国的IT行业打工 而且不光是量在增加 质业在提高 以前印度提供的主要是那种低端的外包服务 现在也在往价值链的高端走 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把创新和研发中心也设在印度 报告说 印度在IT服务业上走的道路 实际上和中国在制造业上走的发展途径一样 先从低端进入 站稳以后逐步向高端打 所以就像在制造业方面依赖中国一样 美国在IT服务业也依赖印度 那这两种依赖度哪个更大呢 报告列了一张表格 也可以看一眼PPT 专门比较了美国对中印两国的依赖度 他认为一定程度上 美国对印度的依赖可能还更大一点 因为美国有五个工业门类依赖中国的制造业 但几乎所有工业门类都依赖印度的IT服务 如果再考虑人类因素 那美国对印度IT业的依赖更大 报告说 美国最重要的创新人才当中 来自印度的移民比例最高 达到了7.5% 很多美国高科技巨头 像谷歌 微软 Adobe IBM的CEO 都是印度裔 如果再算上CTO的话 印度裔的比例更高 可以说 印度移民已经成为了美国科技公司的中间力量 所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中、美、印之间的互动将塑造今后世界的数字竞争和创新 讲到这里 你对印度在IT方面的实力地位也比较清楚了 这也是我们前面第二期讲印度的时候没有设计的部分 这次算是把这块拼图补上 我还要补充那块拼图也非常重要 那就是印度对中国的心态 印度对我们的心态可以用纠结两个字来概括 一方面 印度自视是很高的 为什么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 文明悠久 这一点很好理解 第二点 是我们中国人可能就不好理解的 印度是当年大英帝国最重要的殖民地 这让印度的感觉非常良好 我插一句 好像不少地方把曾经是英国殖民地 看成是一件体面的事情 确实不好理解 所以印度1947年正式独立以后 很自然地就把自己看成是战后独立解放国家的领导 说白了就是第三世界的头 这种心态在早先的中印关系当中就有反应 当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印度对我们还是友好的 非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印度这种把自己当头的心态 为后来中印关系的恶化埋下了种子 这段历史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印度在自视甚高的同时 另一方面他也知道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 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 所以他对我们同时又有一种弱势形态 表现的对我们非常敏感 我这里和你分享一下我的两次亲身经历 印度在九十年代试验核武器以后 我在国际会议上碰到了几个印度学者 他们就说中国把印度当成了头号威胁 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的回答是印度掌握了核武器 这就让我感到啼笑皆非了 不得不说 我们中国曾经同时面临过美国和苏联的核威胁 印度这一点核武器真不算什么 这个事情有意思在哪里 我们中国是担心别人把我们看成威胁 而印度是担心我们不把他们当威胁 你看这就是一种很奇特的形态 再讲一件事情 我们推进一带一路以后 几个印度学者和退休官员就说 中国的一带一路其实就是要包围印度 为什么呢 他们说 你看中国的中巴经济走廊 中梦经济走廊 中国在巴基斯坦的瓜德尔港 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 孟加拉的极大港投资 把这些点连起来 就是一个对印度从陆地到海上的包围权 说实话 当时我又一次被惊到了 所以你看 印度面对中国 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很重要很伟大 憋着劲要追赶中国 另一方面呢 对我们的行动非常敏感 总觉得我们要算计它 这就是一种很纠结的 也是很奇特的弱势心态 如果不了解这种心态 可能永远理解不了印度的对华政策 好 讲完了印度的实力和心态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印度下一步的战略重点在什么方向 去年中印边境摩擦以后呢 今年的中印边境明显平静了不少 有人说 因为印度国内陷于疫情实在是腾不出手 这个肯定不对 真正的原因是去年边境摩擦以后呢 印度对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从陆地边界移开 它开始从一个更大的战略框架来看待中印关系 这个战略框架就是印太 关于印太这个概念 我这里要查一句 从字面上看 它是把印度洋和太平洋 或者说印度洋和亚太地区放在一起 实际上呢 这里面是有主次的 印度洋要重于太平洋 现在美国日本东盟都出台了印太战略 在欧洲呢 英法德这些主要国家也出台了印太战略 前不久呢 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出台了印太战略 可以这么说 印太已经成为地缘政治当中最热的一个概念 各大力量呢 在迅速加强关注和投入 而印度的地理位置 正好使它处在一个中心的位置 讲到这里呢 你就明白了 印度实际上要在印太这个大框架下 把自己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乃至欧洲国家的战略利益呢 捆绑起来 重塑自己的国际地位 现在印度和这些国家之间呢 已经形成了一个长长的合作单子 包括重建供应链 实际上就是要降低国际供应链 对中国的依赖 数字技术 军事安全等等 但是从静中期来看 印度的重点是在海上 我这里有一篇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报告 这家智库你可不要被它的名字误导了 它不是德国智库 而是美国智库马歇尔基金会在欧洲的延伸 当初成立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推动美国和西欧的关系 它里面的研究人员呢 虽然好多都是欧洲人 但基本上都有美国学习的背景 主要观点也基本上是按照美国走的 和其他欧洲智库区别比较明显 这篇报告的题目叫做 美欧印三方在印太地区的合作 但重点是三方的海上安全合作 特别是美印在印度洋的海军合作 报告说 印度洋现在已经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 而印度呢 在这里的海军优势正好构成了对中国的一个压力点 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和美国都有足够的动力来加强海上合作 以便更好的对中国这个压力点施压 你看啊 这个话就已经讲得很白了 那美印海军合作下一步的重点在哪里呢 报告也说的非常明白 主要是海上态势感知和反潜 要知道这对海战来说可是头等大事 一说到海战呢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 航母驱逐舰潜艇这些作战平台 但实际上海洋这种战场环境啊非常特殊 面积太大了 还涉及到气象洋流这些因素 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到水下 所以呢它比陆地战场要复杂的多 以前我们一位海军首长就说过 谁能够更全面更清楚地掌握海面和水下的情况 谁就比对手啊多五成以上的胜算 说到这里你就明白了 报告说的美印在海上态势感知和反潜重点合作 实际上是要为他们在印度洋的海军优势打一个关键基础 从军事角度来看呢这个动向绝对是要高度重视的 而且报告还说通过海上态势感知和反潜合作 美印海军呢还可以借机增加双方的装备作战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 什么意思就是把这种合作当成一个抓手啊 把美印海军之间的机制程序系统等等都理顺 但是一旦有需要马上就可以升级到更高的阶段 甚至是联合作战 所以呢这个企图确实不小 我这里还要告诉你的是 美印海军合作已经不光是智库报告的建议 实际上他们已经在落实了 最近有消息说美国海军的P8飞机 在印度的安达曼和尼克巴群岛降落加油 这个动向非常重要 要知道P8飞机是什么 你肯定记得2001年一架美军飞机和我们战机在南海相撞 那架飞机是美国海军当时的主力反潜巡逻机P3C 这个P8就是用来替换P3C的 是美国海军最新一代多用途反潜巡逻机 它的任务除了追踪和攻击对方潜艇以外呢 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海上侦查和情报收集 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目前海上情报收集能力最强的飞机 那印度的安达曼尼克巴群岛在哪里 你看一下地图就明白了 正好面对着马溜甲海峡 说白了 这就是我们海军进入印度洋的门户 所以呢 这一步就是美印海军啊 对我们联合监控的开始 美国海军往这里派P8飞机 下一步肯定会常态化 这也是美印海军合作的第一站 好 说到这里呢 你也清楚了 海上方向正成为印度下一步的战略重点 美印海军合作呢 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 那除了美印海军合作以外 印度在海上还会不会联合其他国家呢 当然会 我们都知道 现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 这个四国机制啊动静很大 覆盖的内容之一就是海上安全 去年他们就搞了海上联合演习 但是我也要插一句 美日澳印这个四边机制看上去很大很吓人 但实际上呢是表态多实质内容少 实际上现在印度重点拉入的 是这四国之外的一支力量 谁呢 欧洲国家 特别是法国 我这里啊还有另外一份报告 是印度自己的智库啊 叫做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出的 题目呢 叫做印日法三边合作的海上机遇 你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了 报告主要讲的是这三个国家怎么推进海上合作 那听到这里啊你可能感觉有点奇怪 为什么是法国呢 不是欧洲国家里面英国跟美国跟得最紧吗 这里面请记住这句话 在欧洲国家里面对印度洋太平洋事务最积极的就是法国 我记得2014年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 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呢 在南海问题上向我们开炮 我们解放军代表团呢当然是争锋相对 交锋非常激烈 但会上别的国家态度呢总体还算可以 包括英国国防大臣的发言啊也比较温和 结果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发言的时候突然火力全开 高调的批评中国在南海的行为 说实话当时不光我有点错愕 我们整个代表团上上下下都感觉意外 后来发现南海也好印度洋也好 只要中国有什么举动 法国一般都是欧洲国家里面跳的最高的 那为什么呢 实际上这篇印度智库的报告就解释了这一点 他说法国可不是只有欧洲那一点地方 曾经的殖民帝国给法国留下了大量的海外领地 主要是岛屿这带来了什么结果呢 那就是今天的法国拥有大量的海上专属经济区 也就是EEZ 从符合条件的陆地或者岛屿的海岸基线呢 向海洋方向画200海里 这片海洋的经济资源归你所有 这就是EEZ的基本属性 那法国的海上专属经济区有多少呢 报告提供了数字有450万平方公里 什么概念 占世界海上专属经济区面积的8% 这非常惊人 而且这些专属经济区里面呢 又有90%是在印度洋和太平洋 或者说所谓的印太地区 而且法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还有驻军一共有7000人左右 这里是一张法国国防部提供的法军部署图 你可以看一眼 你看印度洋的西部是法军部署重点 有4100人 太平洋地区呢少一些2900人 所以你看法国是把自己看成这个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加上法国呢总喜欢用一些所谓海外事业 来振奋国内民心 这就造成了法国在南海也好 在印度洋也好 屡屡表现的特别积极 那解释完这一点以后 报告接着说 在中国不断拓展自己影响的情况下 印度 法国和日本呢都打算成为印太地区的主要利益 有官方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盘大棋局中的主要棋手 但是这三个国家单个的实力又各有欠缺 所以需要加强合作 特别是海上合作尤其重要 你看他这个逻辑是这样下来的 那具体怎么做呢 两条途径 一是把已有的双边机制扩展到三边 比如说把印度和日本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呢 扩大到法国 针对谁呢 报告没有任何的避讳 明确说针对中国 而且是中国的渔船 那理由是什么呢 不是说中国渔船啊 在他们这些国家的EEZ搞非法捕鱼 而是他们说 中国渔船是扩展中国地缘战略利益的工具 是中国海军的代理人 你看啊 这就简直是离谱了 我们不管他 再看报告说的第二条途径 那就是印日法三国军队呢 联合在印度洋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合作 英文缩写是HADR 这表面上看没什么 但报告说的很清楚 这种合作啊是有目的的 是要让三国军队在后勤信息分享这些方面 形成更好的协调 为今后呢更加雄心勃勃的联合行动打好基础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种海上合作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的深度和敏感度呢还会大大增加 最终很可能是瞄着联合作战方向去的 如果未来啊真的走到了那一步 印日法合作的性质就完全变了 已经接近于海上军事同盟 所以你看啊 印度在海上方向确实在下一盘比较大的棋 这里呢不光涉及到美日奥影这种大机制 还涉及到呢像印日法这种相对较小 但更有操作空间的多边机制 说实话战略对抗的前景已经隐隐的出现了 问题是前景出现了它是不是一定会变成现实呢 换句话说印度未来一定和中国对抗吗 这个问题也是本期讲座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先说明一下去年边境冲突以后啊 中印是否必然对抗 就成为印度国内激烈讨论的一个话题 也出现了很多极端的观点 包括和中国经济脱钩 印度放弃不结盟传统 彻底倒向美国等等等等 但是从大智库的报告来看 印度的精英圈子 还是保留了一些相对理性的认识 就拿前面我们介绍的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来说啊 三月份出台了一份2030年印度经济外交展望篇幅巨大 一共200多页 报告的作者呢是印度很有影响的学者和前政要 应该说反映了印度精英圈的看法 在涉及中国的部分 报告首先说和中国脱钩是完全不现实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经济深深嵌入了全球供应链当中 疫情以后呢 中国经济又快速恢复 更重要的是 中国在印度的基础设施 制造业数字行业等等 有了可观的投资 他这里呢给了两张表格 一张呢是中国对印度工业的投资 你看啊 在印度的冶金业中 中资比例占到了17% 在汽车业当中的比例呢 居然占到了40% 另外一张是对印度数字科技的独角兽企业的投资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 中资的参与力度确实不小 所以报告认为啊 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和中国脱钩呢非常之难 那退一步说 即使印度硬要脱钩 硬是把中资全部摘清 中国资本呢 还可以从亚洲开发银行 亚投行和世界银行 这些多边机构进入印度的基础设施项目 那在这种国际多边框架下 印度要是单方面的搞禁止 那就是搞歧视 违反这些机构的规则 还是不可行 在这个基础上呢 报告又说 现在印度日本澳大利亚 正在搞供应链弹性倡议 我在第二讲的时候说过 看到供应链弹性这类词 你就要明白 这就是供应链的去中国化 说啊 这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 但是呢 说到这里 报告同时又讲了 在可预见的未来 这个供应链弹性倡议 更多的是一种战略性的宣誓 这里的英文词用的是statement 所以你看 这篇报告实际上承认了 印日澳之间的重建供应链 达不到预期目的 那报告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说啊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当中 印度需要看清中印经济之间的复杂依赖 下一步 印度对华经济政策呢 重点是三个 一是要加强与中国协调 缩小对华贸易逆差 二是要降低关键领域 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度 三是要更多的通过多边经济机制和中国打交道 你看啊 这些观点应该说都是相对理性平衡的观点 那从这个侧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印度国内虽然在涉华问题上掉门很高 但精英圈里不少人心里是明白的 目前看他们至少在经济层面上 似乎没有准备和中国搞大的对抗 接下来的问题是 经济层面上不打算搞大对抗 那在更高一层的国家战略方向上 是否会搞对抗 那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复杂了 美国智库卡内基基金会啊 三月份的时候出了一篇三十多页的报告 题目是从加勒万河谷走来 未来的中印关系 注明一下 加勒万河谷就是去年中印边境激烈冲突的地点 这个作者啊身份比较特殊 曾经当过印度驻华大使 后来呢又当过莫迪政府的外交国务秘书 相当于是印度外交部的二把手 中文名字叫顾凯杰 实事求是的讲 这篇报告是我们看过的西方智库 关于中印关系的所有报告当中最客观的 没有之一 他当然是站在印度立场上说的 但是呢把中国方面的观点也都原原本本的列出来了 双方认知上的分歧一目了然 我把文章链接呢贴在后面 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看 我这里主要讲的是报告的结论部分 也是整篇报告最重要的部分 他说啊中印关系现在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未来有四种发展方向 一是继续恶性循环最终呢导致武装冲突或者说是战争 第二是武装共处 第三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共处 那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报告说这两种共处的区别在于中印之间有没有信任 如果有信任就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共处 如果一点信任都没有 那就只好相信自己的军事力量又不想打仗 那只能武装共处也就是军事对质 第四是伙伴关系 报告说伙伴关系现在来看还没有可能 爆发战争呢则是双输 所以现在就尽量争取实现既合作又竞争的共处 而要实现这种可能呢 中印双方现在必须一点一点的培养信任 你看啊 这里的观点基本上还是比较理性的 接着报告又提出来 现在中印双方都要避免陷入一种思维定势 中国方面要避免什么呢 避免认为中印关系反正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了 印度已经成为美国的准盟友 那印度方面呢则要避免用一种弱势者眼光去看中国 不要老是认为中国想凭借实力优势来打击印度的地区影响力 来羞辱印度 讲到这里我插一句啊 印度国内现在这种看法其实很普遍 这篇报告之前的部分啊也提到了 印度国内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会趁着印度疫情爆发 加紧在边境问题上对印度施加压力 就是所谓的趁你病要你命 所以他们感觉是在受我们欺负 这当然是那些人的误解 报告认为啊双方把这种思维定势改掉的越多 下一步中印关系就越容易管理 应该说这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呢我介绍这篇报告啊不是要我们同意他的观点 而是要通过这篇报告呢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印度在有些事情上调门很高的时候 他精英圈里还是有不少人心里是明白的 就中印关系而言未来虽然很不乐观 但是机会窗口还在 可能性还在 最后呢引用当年德国宰相比斯麦的一句名言来作为结尾 政策是可能性的艺术 这句话值得每个人去细细评为 好这一期全球智库报告解读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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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